2024新北市谷义节最后压轴场在石定国小热闹展开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这是谷义节活动首度在石定区举办 区长刘彦博也趁此机会大大行销地方观光和美食 三棵的豆腐的八园地其实就是我们的石定 大家可以去王寺豆腐 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巧闻小吃也很好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著名的茶香 所以我们的文山包种茶都要出来 还有我们石定还有一个接下来要出来的 就是东方美人茶 活动一开始就先由光明里内山螺谷镇揭开序幕 拥有百年历史的大螺 重现过往传统记忆与文化 光明里内山螺谷镇是由光明里在地居民所组成 是一项相当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记忆文化 这次透过了谷义节展现在大众面前 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有着意义非凡的代表性 我们的螺谷镇真的是两百年的历史 然后呢这样子的演出让我们非常的高兴 而且也非常的振奋 在地的传统文化真的真的非常的厉害 而且不容小觑 以前小时候也都有听到这个谷声 但是没有好好把这个文化流传下来 也感谢区长还有里长还有文化局的课长 那能够把这个文化承传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说过去的这个谷义是什么东西 那让小朋友能够了解过去的文化 在石定场次的谷义节活动 除了邀请专业乐团演出 最特别的就是由在地学校和团体 共同展现谷义及交流 石定国小太鼓队小朋友就带来震撼人心的击鼓演出 另外还与乐林班太鼓队一起完成了 营幼几鼓的精彩表演 获得台下热烈掌声 而除了主舞台活动外 在集圣庙广场前 还有走走文创市集 让新北市谷义节更添风采 也为今年的活动画下了一个圆满句点 记者杨邦友张芳琦时定采访报导